這裏是香港會展中心 今天上午9點 香港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開始投票 今次在香港元氏選舉制度之後 舉辦的首場行政長官選舉 候選人是李家超先生 今天一共有1463位選委賭場 包括近200位敏直選委 東南傳媒將與大家一同見證這場選舉盛況 5月8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 於灣仔會展中心舉行 上午9點至11點30分 香港特區選舉委員會委員 就陸續來到了票站 投下對於香港未來負責的一票 投票進行期間 唯一候選人李家超以及他的競選團隊 也來到現場與選委打招呼 現年64歲的李家超 今年4月辭任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職務之後 報名參選特首 競選辦主任譚耀宗採訪當中 對於選委們積極參與投票 進職進集 表示稱讚 我們看到選委很積極 很多一組都來了 未到9點前很多人來 大家都積極參與 盡職盡集 這次對香港人說的很重要 是新選制下 產生第六屆行政長官 我們希望香港有一個新的一頁 希望可以有更好的發展 部分選委投票之後 在投票站外接受了東南傳媒記者的訪問 他們表示 本次選舉是香港順利完成 新選制下三場重要選舉活動的收官之作 標示著香港向梁政善志賣出了關鍵的一步 這次李家釗這個選舉 助選團 助選棒做得很好 而且知識啊 經常啊 這個都做得很好 而且我們的委員來到這裡 都覺得很寬鬆 也很自由很自在 車位也不多嘛 他是分屁分時間段 分時間段 那個李家釗已經把政綱也都講得很清楚 都出四個問題 而且也是很神的民心 特別我們這些選委也都很認可 我們心情也很激動 我過來投票心情非常的激動 也非常的開心 因為這個李家釗先生的務實 有擔當 所以他想他當車手我就很高興 你看他的政綱裡頭都包括很多基層的意見 他的政綱是很無實 還有很貼地 他希望他一想任能夠准費的搞好兩地的通關 這個是最重要的 接下來就能夠解決房屋問題 是吧 使得市民淪後不用那麼窮 好嗎 我期待更多的做點這個民生的事情 為民而富 這是一個核心的 特別在居民生活過程當中 未來的發展和香港的經濟提振 跟多做點工作 又發點精力 跟內地建立一套聯防聯控的機制 是確保能夠盡快跟內地通關的一個措施 他在這個政府的這個機構裡面 理念了很多年 在這個政務司長的位置上也做了一段時間 還有他的那個四大政綱 應該會把香港搞得更好 加插到有擔當 有執行力 有責任感 對新一屆政府當然是 看了一些施政的理念 就以這個結果為目標 我覺得非常好 期望著未來新一屆政府 可以為香港市民做更加多的事 因為香港已經停滯了很久了 我希望在新一屆特首的帶領下 把香港進一步建設好 香港的百姓一個安穩的家庭 我們都深信李家超先生 在未來一定能夠帶領香港開新篇 嚴正著我們愛國者治港這一方面 是能夠一路實踐下去 也可以見證到我們一國兩制 促進到我們好幸運自願這一條路去走 相信在我們大家群察群力之下 應該香港未來日子 以及香港未來的環境 是更加好的 天佑香港 香港走向更加美好未來的 這樣一個美好寓意 標誌著我們香港特色的明治制度 邁向了新的步伐 家庭先生對青年人是非常關注 我們很期待未來的青年政策 和他想他畫的青年籃頭 我們都很期待 青年參政、異政 多點關注青年人的工作 我們對新的這條特殊 我們是信心十足 以結果為目的 希望香港在特殊的帶領下 香港進入一個美好的未來 其實我們真的很希望它可以錄實到 它以結果為目標的方向 帶著我們香港有一個新的出發 新的篇章 希望它能夠帶領香港走出困局 開出新的篇章 我現在所在的是點票區域 今天早上的投票流程已經全部結束 現在很快就會進入最尾的點票流程 令人非常期待新一屆行政長官的誕生 本次選舉共有1428名選委投票 投票率為97.74% 整個過程規範有續 公平公正、安全連結 中午12點30分 香港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 法官馮華公布候選人李家超 以1416票高票當選 投票結果如下 唯一投選人李家超先生 所得的支持票數是 1416票 選舉結果揭曉之後 李家超向選舉委員會委員 及香港市民代表鞠躬至謝 表示未來施政將以結果為目標 帶給市民匯造市、造成市的政府 全面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碟定香港發展的穩固基石 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 不僅是新選舉制度之下的 第一場行政長官選舉 更是圓滿落實新選制非常重要的一步 標誌著愛國者治港原則全面落實 期望新一任的特首可以令市民安居樂意 令香港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做好大灣區合心引擎 並帶領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開啟梁政善志新篇章 東南傳媒香港報導